说起帝王谷 人们首先想到 位于埃及南部 尼罗河西岸 这片荒芜人烟的石灰岩峡谷 在这片峡谷的峭壁上 埋葬的古埃及新王朝时期 六十四位法老 这些法老 从公元前十六世纪开始 统治埃及长达五百年 死后的他们 没有选择进入金字塔 而是在这片峡谷中 为自己修建灵魂的居所 如今 埃及帝王谷 已经与埃及金字塔一样 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人类文化遗产地 与埃及遥遥相对的东方 中国的腹地 也有一片被称为东方帝王谷的神秘土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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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为两大文明系统下帝王最终的归宿地 东方帝王谷72座帝王陵 与埃及帝王谷64座法老墓 同为人类文明发展的见证者 今天随着考古研究的不断深入 我们将更加接近祖贤的灵魂深处 去探索发现那数千年前深埋于地下的未知世界 周园 周人的发祥地 西周王朝的古都 其地理位置处于陕西省宝基市的祁山县与福峰县 周园被誉为青铜器之乡 自汉代以来 这里就开始出土青铜器 并律有重大发现 著名的厉鬼 和尊 墙盘等 结为国之重器 然而 虽然周园考古成果显著 但是与周天子有关的出土文物却少之又少 除了在周公庙遗址的考古发掘中 出土过与周王室有关的甲骨外 其他则一无所获 至于周天子的亡灵身在何处 至今仍然朴朔迷离 据记载 西州亡灵采取不树不丰的丧葬方式 即既不栽树也没有风土 因此直到现在 考古工作者还在苦苦寻觅 这些在观众平原 依靠先进的农耕文明而崛起的周人领袖们 最终又不露痕迹的融入了这片黄土 神秘般消失在历史的陈屋中 不封不树 是春秋之前黄河流域的亡灵和诸佛王墓 和老百姓们的一种普遍的形式 也就是地面上是没有风土的 稳心的记载也是如此说的 但是在东方帝王谷 有三座陵墓被认为是周灵 包括周太王陵 周文亡灵和周五亡灵 他们的地面上都有高大的风土 这些陵墓前面立的时刻都是清代立的 但随着近年的考古的进展 我们认为这些陵墓都不是西州的亡灵 他们是战国晚期的 或者是西汉晚期的亡灵 周随旧王 其命为新 周人是国家制度的创新者 也是中华文明的奠基者 政治组组织中的分封制 中至诸侯清大府 下至氏和庶民 各有其等级尊卑秩序 各安天命 他们死后 墓地也按血缘关系 分为公墓和邦墓两大区域 先秦的墓地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邦墓 一种是公墓 邦墓是指居住在都城的人 死后的埋葬地方 公墓是国君 以及他的家族所埋葬的地方 公墓按照血 以血缘为基础 他的规模 墓葬的大小 水上的器物的多少 都反映了西州在里的制度下的 等级差异 从目前已发掘的 周代诸侯墓来看 亚子形中子形的墓葬行制 依然承袭了商斋亡灵 而受到宗法礼乐制的影响 此时墓葬殉葬的奴隶数量 趋于减少 而随葬以顶 鬼为主的青铜离器 及玉器逐渐增多 并形成了列顶制度 展现出周代礼仪之邦的文明形态 周公治礼作乐 创建了一整套具体可操作的礼乐制度 包括饮食 起居 祭祀 丧葬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纳入礼的范畴 潜移默化的 违反人们的行为 礼强调社会秩序和稳定 而乐 营造社会和谐 周人 打造了一个具有超强稳定性的社会结构 创纪录的 使西州和东州延续了八百年 原生好奶 血浴珍品 燎原牦牛奶粉 中国牦牛乳品的开拓者 燎原乳业 当你考上大学 妈妈就降服了 当你结完婚 有了孩子 妈妈就降服了 奶奶 东国长大了 就让你想服哦 别让等待成为遗憾 所有人都想和他们做朋友 可你看到的 却未必是真相 我们接受组织的任务 这里是没有硝烟的战场 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金玉瑶 如果说东方帝王谷内哪一座地灵最引人注目 相信答案一定会高度一致 那就是位于西安临统的秦始皇陵 这座在关中平原居立了千年的封图堆 埋葬的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始皇 他的灵秦 方圆五十六平方公里 相当于七十八个北京故宫 前后修建三十九年 义用工匠七十二万人 修建时间比埃及胡夫大金字塔还要长八年 如此浩大的工程 如同秦始皇本人一般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一九七四年三月 秦始皇冰马俑穿越千年的时空 出现在考古学家和史学家们的面前 这些陶俑 规模之巨大 场面之威武 艺术水平之高潮 震惊世界 他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但这却仅仅是秦始皇陵中的一个陪葬坑而已 经过四十余年的考古调查与研究 目前已经判明 秦始皇陵区遗址 以腹斗形风土为中心 周围分布着数百万平方米的建筑物极致 六百多座各类陪葬坑 陪葬墓及修灵人墓地 发掘出土了 冰马俑 铜车马 青铜水琴 百细俑 文官俑 各类瓦当腾珍贵文物五万余间 秦始皇陵陵园是中国古代第一座 设置完善 体系完备的独立的帝王陵园 它把生前所拥有的一切都带到了地下 在陵园里边埋葬了大量的跟个人生活有关系的一些文物 于此同时还把一套五倍齐全体系完整的中央政府的机构以陪葬坑的形式带到地下 秦始皇陵园是一座巨大的文物宝库和地下王国 相比于商周社会的集中公墓制 秦始皇陵园将独立陵园制推向成熟形态 一位皇帝死后拥有一座独立的巨大陵园 这体现着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及君主中央集权的高度强化 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 他取消了周王朝的分封制带制以郡县制 废除六国边界将全国化为三十六郡 通过中央直接派出官僚统率民众 这种政治体系的成熟令今天的学者也感叹不已 中华帝国虽不是世界上最早的帝国 但却是最典型最成熟的帝国 有皇帝制度 郡县制度 官僚制度组成的中央集权制 这是当时对广袤国土进行治理最高效的一种模式 这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捐渴的一山时刻 秦始皇一生多次寻游天下 七次克时激功 这些时刻上的文字主要是歌颂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 除了大家所公认的统一可以结束纷争流血和战乱 还令人瞩目地提到拆毁阻塞交通的城防险阻 输军黄河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内容 这引起学者们对中国统一更深层次的思考 其实其实是黄统一中国有个非常深刻的原因 是对黄河水的分配 那个韩兆卫跟秦国所以不停地打仗 纷争多年 就是因为争夺黄河水 以发展自己的农业 所以在历史进程中 统一有利于这个生产力的调配 生产资源的调配 这是这个亦塞时刻说的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 中央集权制的秦帝谷 出现于东方地平线 代表着当时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统一 完成这一历史伟业的秦始皇 意识到自己的荣耀 当他率领群臣 建立一种前所未有的国家制度时 他显然是充满理想和抱负 比中央文明之后的有埃及文明 有西洋文明 都是农业民族创造的 但是后来都消亡了 为什么消亡了呢 他没有找到一种最适合 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 农业民族的这样一种制度 农业民族有什么问题呢 农业民族他就要 第一要新修水利 第二要抗御天灾 第三要抵抗外敌 尤其是农业民族被游牧民族掠夺 他就必须发展为一个中央积权的帝国 因此中央积权的帝国制的建立 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 而秦始皇顺应了历史的潮流 他成为这个历史必然的代言人和执行人 据实际记载 秦始皇陵帝公主 以水银为江河湖海 上聚天文 下聚地理 这是整个秦帝国版图的地下重现 在誓死如是生丧葬理念的影响下 秦始皇希望死后依然可以如生前一般 仰观天文 扶察地理 统治着他的地下世界 西安城内 这座规模很小的墓种 就是秦始皇的继任者 秦二世胡亥的领墓 胡亥即为近三年 秦帝国便在他手中轰然倒塌 然而 虽然秦帝国只维持了短短十五年 但秦始皇 却将大一统的思想 深深根植于后世帝王的统治中 影响中国长达两千多年 即至追求 又见巅峰 一厘王九 新疆荣耀 一年不见 你还好吗 今天是寻山设点的 第316天 仍然有很多新发现 在这里 每天都很辛苦 但也很幸福 因为 这是一场无怨无悔的青春 梦想一再 人生正当年 在秦始皇陵以西 约60公里的咸阳远 排列着一群金字塔般的陵墓 他们游戏向东 沿着渭河一字排列 绵延数百里 气势磅礴 雄伟壮观 许多人 把他们称作 中国金字塔 他们就是 西汉王朝的 九座地令 南方的才子 北方的将 咸阳园上 埋皇上 这句在中国流传 已久的俗语 说的就是 埋葬在咸阳园上的 这些西汉地令 西汉王朝是一个皇帝的陵墓 出汉门帝刘恒的霸陵 和汉宣帝刘巡的督陵 位于渭河一南外 其余久尾 均暗藏在渭河北岸 最西端 是汉武大帝流车的茂陵 最东端 则是开国之族刘邦的长陵 和汉景帝刘起的杨陵 西汉 是我国封建帝国时代的 第一个鼎盛期 由于秦帝国 仅维持了十五年 因而封建社会 各种典章制度的完善和巩固 基本上都完成于西汉 这其中包括丧葬礼仪制度 据史料记载 西汉地灵的形质 都比较规整 一般占地一百零五亩 墓中修筑于灵源中心 高十二丈 底下墓室神十三丈 称方形 死者身着金驴鱼衣 纳于贵重的子墓观中 四周堆垒层层地上好摆梦 即所谓荒肠提凑 今天 西汉地灵中 考古发掘最全面 也最深入的 是汉景帝的阳岭 汉景帝名流起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志 指的就是汉景帝与其父汉文帝 同志的时期 汉阳陵前后修建二十八年 占地面积十二平方公里 周边陪葬坑达二百多座 目前考古人员仅发掘十五座陪葬坑 就出土了大量的彩绘陶涌 动物涌 各类生活用具等文物三万余减 在这些出土的文物中 汉代陶涌是最让人过目难忘的 它们的身形只有真人三分之一大小 裸体没有胳膊 但最初他们都穿着丝绸的小衣服 装着木质的胳膊 这些陶涌嘴角上扬 眼睛细目 全部面带微笑 这与秦始皇兵马俑 肃募冷酷的表情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这些陪葬坑里边 所出土的最富有特色的文物 就是微笑陶涌 以及和他同处的包括猪马 牛羊 鸡狗 六须 这些动物有 这体现了经过汉粗六七十年的 无为而至 到了文景的时候 社会经济状况发生很大的变化 老百姓的生活也得到很大的提升 这种状况要比秦末 要比汉粗刘邦开始执政的时候 社会状况要好得多了 微笑陶涌的背后 是汉帝国文景之志的成功 汉朝同志者经过近七十年的努力 最终由汉武帝将帝国的雄威传播到全世界 遭控西域 击退匈奴 大汉升危 援波四方 这是后世对汉武帝攻击的评价 公元前二世纪 北方游牧民族匈奴 一直对中原王朝构成巨大的威胁 这实际上是世界范围内 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第二次大入侵的开端 汉武帝凭借前辈所创造的物质基础 整军备武 扩建骑兵 提拔魏清和霍去病等青年将领 深入墨北草原 为匈奴展开三次重大反击作战 取得辉煌胜利 并因此达通了通往中亚西亚的道路 从此 东西方文化在丝绸之路上 实现了相互交流与融合 中国的现金技术 丝绸 作物栽培法等传到了西域 而西域各国的奇珍异宝也进入了中国内地 从而促进了汉朝的经济繁荣 汉朝的统治疆域空前扩大 大一统的汉帝国为了长治久安 汉武帝对外开边 奖励军功 对对 建太学 姓儒书 他在政治上继承并完善了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权制 在思想上听取东中书的建议 八出百家 独尊如书 开创了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正统 从而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思想理论基石 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推崇 中华帝国三大特点 中央集权 官员代理 伦理治国 秦始皇只建立了两点 一个是中央集权 第二是官员代理 官员代理皇权 伦理治国这一条要到汉武帝独尊如书以后才建立起来 秦始皇创建了帝国制度以后 秦始皇没有解决一个统治思想的问题 他仍然用法家思想来搞建国以后的事情 所以处理了国政就比较乱 所以从汉武帝以后 他提出来了独尊如树的这么一个思想 就是说他把法治给德治 两个相提并论 以法治为主 同时还有德治 由于法治德治并行 所以这个帝国制度连绵了两千多年 雄汉是后世对那个英雄时代的称呼 魏清 霍去病 董忠书 司马迁 张迁 司马向炉 一个个杰出人物 震烁古尽 今天 当我们在空中俯瞰东方帝王故事 西汉地灵的金字塔群依然那么凶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有些司机眼里 那都是停车位 好随意不是好司机 停车不随意 坐中国好司机 公元前一世纪 在世界的东方和西方 中华和罗马隔着丝绸之路的牛带 各自成长为超级敌国 然而数百年之后 这两大文明几乎同时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 公元410年 西哥特人贡献罗马 西街三天三夜 西罗马帝国从此走向衰亡 在西罗马灭亡之际 中华文明也面临生死考验 匈奴 贤卑 贱 敌 枪等马背民族 蜂拥观众 铁铁之下 长安城残垣断壁 人口实不存二 这是中国农耕文明政权 第一次被马背民族摧毁 在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大分裂大战乱中 尽管人亡正习江山异首 但中华文明却始终不灭 甚至浴火重生 奇迹般演化出隋唐的黄金时代 公元581年 杨坚登基成帝建立了隋朝 他就是隋文帝 隋文帝重新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 是满目创移的中华大帝迅速恢复生计 隋文帝的太灵 位于咸阳城西七十五公里 如今园内地面建筑及文物已当然无存 仅留下一座高二十七米的风涂堆 隋文帝置于唐太宗 就如秦始皇置于汉武帝 前者创立了基础 帮助后者登上巅峰 唐太宗的昭陵 建在陕西省李泉县九宗山上 陵园周长六十公里 占地面积二百平方公里 是我国帝王陵园中面积最大 陪葬墓最多的一组 陵园内几乎唱面着唐帝国所有开国功臣 唐太宗李泉宗李泉县 名字取义既是安民 他率武征战天下 为大同同义立下汉马功劳 等级后 他开创了著名的真观之志 虚心拿贱 力行节约 轻摇伯父 使百姓休养生息 各民族融洽相处 他对外开疆拖土 设立安息寺镇 因万方来朝 被各族人民尊称为天歌汉 唐代 加上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武则天在内 一共有二十一位皇帝 二十座帝陵 除了末代两帝 唐昭宗和唐埃帝的陵亲外 其余十八座都在东方帝王谷 和西汉封土为陵的形式有所不同的是 在唐代的十八座地灵里边有十四座 是因山为灵 就是选择一个山峰 将木道绣在半山腰 然后把牧师修建在大山的深处 然后绕着山修建地面的陵园和陵园的地面建筑 他的木道都向南 在木道两侧有精美的石刻艺术品 在陵园的外围 陪葬了大量的一些高等级的贵族 有学者指出 西汉十一陵 皆在唐帝陵群上面的下半府 唐十八陵 皆高居上面的上半府 凸显出 死者想在极乐世界 也要盖过其他王朝的统治者 租建大唐国士雄伟壮丽的博大器械 在唐代帝陵群的最西端 就是东方帝王谷内 独一无二的埋葬着两位皇帝的和藏领 他就是乾陵 乾陵是唐王朝第三位皇帝高宗李治 和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陵亲 位于乾陷城北的梁山上 梁山共有三峰 北峰最高 乾陵的墓室就在北峰之上 难免两峰较低 东西堆质 两峰之间 宽阔的神道 透露出了当年的霸气 神道的两边 现存有诗诗 义玛等诗调 代表了圣唐时期的艺术水准 微微无自卑 屹立千年 中国唯一一位女皇帝的千秋功功 仅留于后任评书 六十一尊藩尘像 让人回想起大唐 九天昌和开宫殿 万国一关 百面流的场景 那是中华民族协和万邦 迎接八方来客的盛世景象 据诗书记载 乾陵原有内外两重城墙 四个城门 还有县殿 雀楼等许多宏伟的建筑 完全防照唐长安城的建制 乾陵是唐代帝陵中唯一一座 没有被盗绝的陵物 历史上 唐代帝陵曾数次被盗 但没有乾陵 幸免于难 从乾陵周边发掘的太子墓和公主墓出土的 精美文物来看 考古学家们猜测 乾陵帝宫内一定宝藏无数 极尽奢华 有人推断 王喜之的蓝婷婿 就很有可能 珍藏在帝宫之内 桥陵是唐瑞宗李诞的陵墓 李诞是武则天的第四个儿子 唐玄宗李隆基之父 桥陵修建于开源盛世 尤其体现出盛唐气象 宽阔的神道两旁 觐见魁违的石雕群仍昂然一立 桥陵玄宫位于风扇阵风 前站广阔的关中卧野 后站雄伟的层栏蝶杖 简称千百年来的日出日落 在这些陵墓的不远处 就是唐查曼城的遗址 这座壮观的都城 是当时世界上最大 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 它的面积 是明清时北京城的1.4倍 是古代罗马城的7倍 朱雀大街 宽大150米 大明宫被誉为千宫之宫 堪称丝绸之路上的东方圣殿 多数艺术瑰宝 绘画 书法 乐舞等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金银器 唐三彩 秘色词 无不体现出高潮的记忆水准 两千三百多位 有名有姓的诗人 创作的唐诗 更是后人无法逾越的巅峰 长安城是中华文明包容与开放的最好祝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的东传 长安均为第一站 而佛教 更是以长安为中心 会据玄奘等著名高僧 在这里进行经典翻译 弘扬教义 创立宗派 圣唐在政治 经济 文化 外交等方面辉煌的成就 使他不愧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这是唐末代皇帝 西宗的禁令 也是历史 留在东方帝王谷的最后一座地铃 经过二百多年的极尽繁华 大唐盛宴终于曲终人散 政治中心从此东迁 中华文明 在关中平原度过他的青春期 为何两岸一座座帝王林寝 检测诺 检测诺 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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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为汉武帝茂岭 北方是唐太宗的昭令 这些星罗旗布的帝王领墓群 以众星拱月之事环绕着一座更为圆弧的帝王领 传说中的周领 早自宗朝开始 这里一直传为周文王和周武王的领墓 千百年来人们建筑祠堂几百 周文王集唱 是率领周人崛起的杰出领袖 也是周人灭伤大业的实际策划者 他的儿子周武王 通过一场血流飘出的木叶大战 终于推翻了商王朝 成为西州的开国之军 周武王滅上以后 建立周朝 独城在昊京 历史上称为西州 西州的势力范围 北地燕山山脉 南达淮河及长江中游 西到六盘山 东至山洞半岛 纵横皆有1500公里 他是顶都于山西的十三个王朝中最古老的王朝 也是夏商周三代中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朝代 中华文明的奠基者是周 因为夏和商都处于探索阶段 夏只是开启了文明的大门 然后商人在寻找文明的道路 但是商人寻找的道路可能是不适合 中国国情 或者说不适合这个民族的 一直到周 作为一个农业民族 在当时的这个 荒满之中脱颖而出 他奠定了 作为一个农业民族的 或者说作为一个 大陆农耕民族 的文明的道路 这是周人找到的 周灵古白森森 今天的考古工作证实 他们其实属于战国时期的墓葬 只是因为历史上的墓 才被后世当成纪念周人宪祖之地 在周人崛起的周远 还有一座传说中的周太亡灵 周太亡 即故宫担负 周文王的祖父 他率领周人 已经千辛万苦 迁徙到周远 安居乐业 奠定了周人后世 兴旺发达的基础 然而 这座墓 也没有可信地考古证据 真正的周太亡灵 究竟在哪里呢 2004年 周代考古出现重大突破 在宝吉石七山县 凤凰山的中部 有一处远近文明的建筑群 周公庙 他为了祭祀周朝 开国元勋 周公激荡而建 事件于随莫唐初 为国内三大周公庙之一 现存无建筑三十余座 以周公元圣殿为主体 亭台楼阁如众心拱运 占地约七公顷 2004年 就在周公庙附近的山梁上 一个大型的高等级墓葬群被发现 确认有西周时期大型墓葬二十二座 其中有四条墓葬的十座 三条 两条和一条墓葬的各四座 陪葬坑十四座 之后又探明一百九十二座中小型墓葬 有四条墓葬 还有种族的陪葬墓坑 这已经是亡积极的墓葬 而且这里距离周人不用 一时间 这里吸引了学术界的巨大关注 齐山周公庙遗址 发现有十一座四条墓葬的大墓 还发现有几百座小墓 也发现了制造青铜里面的作坊遗址 这是迄今为止西周考古里边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过去我们以为这可能就是西周亡灵 但是后来通过考古发掘 结合历史文献的记载 一些加古文上所出土的 可能属于周公的这么一种加古文 我们判断周公庙的遗址 其实是周公家族所使用的 周代亡灵之所以至今难寻 除了因为历史久远 也因为上周陵墓不风不树 不起风土不立墓碑 也许真正的周亡灵 将成为东方帝王谷内 隐藏最深的秘密 六月小麦开始成熟 骑山脚下这片大约三十平方公里的土地 便是著名的周远 作为周人最早的独一 这里出土过大量的青铜胶藏 学者们竭力寻找线索 揭开三千多年前的谜团 自从周人迁徙到周远后 传承四代 不过百年 便在周五王的率领下 夺去了天下 学者们靠正 周字在甲骨纹里 就是一块长满河表的方方正正的农田 周族的得名 也正是因为他们擅长农耕 上代农民普遍使用的 还都是母钩和石质农菌 比如用石连和棒连来收割庄稼 而周人最早开始使用青铜来制作农菌 发明出翻地用的花 除草用的薄和收割用的枝 这意味着 周人掌握了最先进的农业生产力 农业是古代国家的命脉 周人发明青铜文具 堪称当时最重要的一场基数革命 实际周宋依西里说 率领众多的农夫 播种白骨杂粮 白骨是钙树 它们究竟是哪些骨物呢 2001年 一些植物考古专家 从周园的仙周土层中 找出了大量碳化了的植物种子 科学家发现 现在常见的一些作物 当时已经被广泛种植 比如素就是今天的小米 树另外一种大力小米 这是周园一致出土的碳化大豆 它们明显大于现在的野生大豆 这说明这时的大豆已经是栽培作物 还有特别值得研究的是这些碳化小麦 小麦是泉一溪 小麦在它的生长过程中最需要水的 拔解以灌浆时期 恰恰是我们中国北方地区最干旱的时期 从这个角度讲 周园地区所发现大量的小麦 尤其是周人迁入了周园以后 开始大规模的种植小麦 从另一个侧面 也反映出周园的农业生产技术的发达 它已经熟练的掌握了灌溉农业的技术 今天的周园仍是千里两田 不难想象三千多年前 周人付出艰苦的劳动 在周园开花耕耘收穷 他们充满感情赞美这片肥美的土地 周园无误 锦图如鱼 意思就是不太可口的苦菜种下去 也会像一堂一样干美 关中西部的雨水 就是这个小气候 关中平原 它是一个从东到西 越来越小的这么一个空间 到了西部以后 由于两边的山漠的影响 会形成一些小的气候 就雨量比关中东部还要多 平均每年的降雨量多 一百毫米 但是作为农业生产来说 这一百毫米的雨量就非常有利 所以这个季风 也就是周园能在这地方 更好的发展 它农业的这么一个 天然的地理桥线 在周园博物馆里 保存着大量当年的锤菊 从中可以窥见祖先的生活 这是周园代表性的联当力 有三个呆壮的祖 可以使食物平均受热 主要用来煮稀饭和菜汤 这些桃柜 桃桃 桃盘 用来盛饭盛菜 这个锤菊叫盐 它的底部有许多透气空格 就像今天蒸锅中的笔子 把它置于早上 作用如同现代的蒸锅 能蒸出香喷喷的米饭 在周代 这个农耕的这个整个的技术水平 技术层面中已经很发达了 已经有了除害虫 玄种 灌溉 所以后来开始居住有景田制 围绕着水开始了 景田制形成了家族宗法制 最重要的就是形成了 适应于农业生产力发展 一整套上层建筑和仪式形态 这才通称农业文明的形成 在三千年前的周园村落 男女分工已经形成 男人耕种土地 生产粮食 还进行余力获得 妇女操吃家务 采桑养餐 扫私仿制 周人还坚硬狩猎 酿酒 冶炼 制作玉器 骨气等等 他们日出而作 日入而席 演绎着新兴的农耕文明 恒泼的生命力 随着周园经济的发展 人们开始盖宗庙建成墙 诗经大雅民主 用一系列相声词语描绘 描绘众人建设新家园时的热烈场面 撑起土来 满满壮 填起土来 龙龙响 岛土 登登登 萧墙 平平平 白毒枪同时筑齐 雷大鼓都听不见响 这是中国最早的瓦 用一条铸成 背面是由神纹 并带有瓦钉或瓦环 这两片板瓦中间扣着一块铜瓦 这样建固了防水和排水两个功能 通过考古 人们还发现 三千年前的主人 已经用上了这样的大型陶管 做成的地下排水设施 即使是今天的现代城市 人人大量使用类似的陶管 来排放城市无水 考古人员在周远遗址核心区 发掘出建立在夯土台阶上的 一座前后两进的完整院落 远门外里有硬币 门道两边是各三间的东西门房 走进门去 是一个东西长18.5米 南北广12米的大庭院 庭院正面是大电 整个建筑采用南北中州 左右对称的布局 这种建筑传统诞生于周远 几千年后 北京紫禁城 仍能看到它的影响 古周远就是七三角下 在相当于现在的福峰和七三交界的 四个湖上游地区 在这经营陈锅师务 就建立自己的国家规模 经过了龚丹夫自己 还有他的儿子王继 再来后到了他松子 周王的手里 据说就已经有三红千下 有其二 就渐进了他的重松 周王发生的这么一个真贵 社会基础和经济实力 原生好奶 雪域真品 辽原牦牛奶粉 中国牦牛乳品的开拓者 辽原乳液 为了孩子 妈妈们无所不能 只能能给我们家 达来一个机会 什么我都能做 母女代母 点击率非常高 我会和你一起练习 逗得过流氓 这是诈骗 像你这种人屈服 我就不是赵福记 带得过歌星 今天是做饭用人 女人的命 谁能说得清楚 当起了金刚 俗养孩子需要稳定的生活 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韩国电视剧 微笑妈妈 分享爱 温暖心 1976年 陕西林童出土了一件西州青铜中企 他叫丽龟 被誉为我国九大青铜国宝之物 在他的腹内底部 卷得了一段重要的名闻 大一是 武王法州在甲子日黎明 举行占卜 挂象大计 当日 州市一举打败上军 七天以后 武王赐给一位叫丽的功臣 以青铜作鬼 历经岁月波式的青铜铭文 记录着一场 惊心动魄的大决战 那就是著名的六业之战 公元前 1046年左右 在上渡较外的墓业 也就是今天 河南省新乡市附近 州王和商州王的军队 列阵决战 石经 大雅大名上说 印上之旅 岂毁如林 武王 面对着像密林一样 号称七十万的 周王大军 而他率领的联军 只有并车三百辆 虎奔三千人 甲氏四万五千人 还有来自雍 卢 鹏 横 蒲 鼠 枪 等方国的援军 手持白毛黄月的州王 站在车上失试 他列出 州王荒荒残暴罪行 发誓击败商军 当时的州军 一少敌众 但却士气高昂 他们的自信 一部分源自于 他们的战斗力 上周时代的战争 是青铜兵器的较量 由于州人 青铜冶炼技术的提高 他们手持的兵器 除传统的 鸽 毛 斗 剑等外 还出现了 挤和剑等新式武器 据统计 陕西关中地区 迄今共抽筒了一千一百多件西州兵器 其中以鸽 毛 剑足的数量最多 占到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这件鸽 原部是有神秘威武的红纹 人部厚重结实 是主要的格斗兵器 它可以勾搁敌人的手机 借助于战车的冲击力 灰鸽可以横扫一片 这些毛 尖锐锋 锋利 直进寒光熠熠 它们的任部龙琴棱吉 以扩大窗面增加杀伤力 毛风很长 为的是刺透敌人的身体 大量的青铜剑足 也拥有这样的锋利的棱脊 而且呈刀刺状 一旦射入人体 难以拔除 这件人面盾牌 是州人军队的防护装备 西州盾牌多为皮质 上面钉坠有青铜部件 一方面加强防护能力 另一方面还组成面目猙獰的形象 以达到威嚇敌人的效果 这是州人造型威严的 人头穷内约 在近身肉搏战中 手持扶约的都是 骁勇以偿的勇士 后来扶约发展为 军事指挥权的象征 这件铜月是有神秘的纹饰 穷上端皆有人头 方便 祸口 浓眉 额浅有刘海 脑后还有发便 这也许就是当时 州人勇士的形象 州人在大战中 还使用了一种锐利武器 那就是剑 州人墓葬中 开始出现这种柳叶状的青铜短剑 它主要由中亚游戏租席用 适用于近身格斗 青铜制造的短剑 这种东西是在商人的文化里没有的 商人挖了这个 是以万计的墓葬 大概商人的墓葬 但是基本上墓葬里从来没有出过短剑 那在州人墓葬就有大量的短剑 这个特别像宝洁地区这个鱼国墓迹 他们差不多每个蓝形的墓里都有剑 近距离格斗的时候 应该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武器方面可能在短兵相接的时候 它可能有它优势的地方 这也是木叶决战能胜利的一个原因吧 木叶洋洋 弹城黄黄 四元蓬蓬 意思是 乘送弹部座的战车多么雄壮 奔腾驱持的兵马多么强盛 武业战场上 州军有三百多胜 当时最先进的重武器 战车 西州战车 由商华人而来 有两码或四码驾驶 由于在车轮等重要部位 加上青铜铸舰 结构更加坚固 更具冲击力 当时的车站 胜过这个步兵的这个作战 那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 衡量一个国的国力 你有多少战车 就像到现在说 你有多少辆主战坦克一样 跟现在这个意义差不多 所以车站的 尤其在平原 你看在河南平原打仗的话 这个车站是 远远胜过途兵 途兵跟着这个战车 才往前出呢 上军主力 此时正在东方与东夷人作战 上昼网 临时集结起十几万奴隶 充当步兵 靠步兵的阵列 组成人墙 一张周人战车的灵力冲击 其效果可想而知 这时战场上又发生了一件 意想不到的事 上朝的军队人数虽多 但根本不愿作战 在阵前纷纷吊转歌风 加入攻打周王的行列 陈于前途倒戈 反戈一击的典故 就是出自于此 看到这种情形 周王指挥大军 顺势严杀过去 周王兵白独三道 旗帜追求 右键巅峰 伊利王九 新疆荣耀 盛夏至好看 决定到风 决定到风 就在黄金强盗 实力 成就卖力 物良特区 以独特的复合心理口感 深化特区品位 物良特区 中国特区 2013年 陕西省宝基市石谷山 发现一批西州早期墓葬 宝基 在西州早期 是州人的重要盟友 江戎人的聚居地 在这批墓葬中 出土大量精美的青铜器 显示墓主人的身份 等级之高 在石谷山三号墓葬中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出土的数十件青铜器 铭刻着鸟、正、腕、户、燃、曲、饼、众等等 不同的族徽 不同的族徽 甚至不同的年代 不同的器物风格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出现在了同一座墓葬中呢 为名与器不可遇人也 那么就是说 这个一个贵族的 他这个姓史 跟他的庙堂当中的 就是祭祀的礼器 不能给别人 如果这些礼器落入到别人的 这个手中的话 那么是通过一个不正当的方式来获得的 那么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战争 战争打 就是圣人的那一方 就把他家族的这个 青铜器就掠得走了 学者们认为 大量伤败气息浓重的器物 或许本来就是伤器 武王灭伤后 用缴获的战利品封伤功臣 牧主人也许就是一位 参加武王伐咒的江戎人的高级将领 随后出土的大量兵马器和甲咒 证实了牧主人的武将身份 也佐证了三千多年前那一场大决战 牧业之战 成为伤亡周兴的分水岭 对于周人来说 胜利来得太快了 为什么殷商王朝如此脆弱 为什么殷州王的部队会临阵倒戈 参与战争全城的一位智者 周武王的四弟周公陷入了陈思 这只能说明殷商王朝太不得人心了 二十世纪初 学者们发现了著名的河南安阳阴墟 在这个位于恒水南岸小屯村附近 阴上王朝后期的独城遗址里 发掘出一百多座杀人祭祀坑 出土人骨将近六百均 这些尸骨大都身手分离 是被砍破之后扔到坑里 两个坑内还埋优十七均惨死的幽童 一起出土的贾文文显示 他们死于商朝血腥的祭祀典里 商人的这个寻人现象非常普遍 这是比较惹考古学家注意的一个现象 稍微大一点的墓 它就有寻人 而到了周代 没有这种现象 很少见 比如山西近侯墓地 挖了几代近侯的墓 都没见寻人 还有我们在周公庙挖的一个 等级更高的 有四条墓道的大墓 十八号墓 也没有见到寻人 不是说这些周代的这些贵族 没有钱 没有势力 做不起学人这种事来 而是当时的制度 理智 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因商统治者敬畏天下 而曹菅人命 是他迅速灭亡的重要原因 小邦州战胜了大义商 周公总结出教训 西州王朝要想长治久安 一定要把人当人看 除了静天 还要保密 在宝基青铜器博物院里 珍藏着这样一批青铜器 它们共计一百零三件 其中商友 折弓 星弧 墙盘等等 被弓认为中国古代青铜艺术的顶尖代表 而他们竟出土于同一个地穴中 这就是著名的庄白一号轿藏 这批青铜器都属于一个家族 在墙盘上 终时记录了化身在西州初年 这个家族的一桩大事 威士家族曾在商朝 世代为使官 殷商灭亡之后 他们面临像以往一样被胜利者屠杀的命运 围绕如何处理威士家族和其他殷商旧臣 周初统治者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太公江子牙说 如果喜爱一个人 连他屋上的乌鸦也会喜爱 这是爱无及乌的道理 如果憎恨那个人 也会憎恶他的仆从家里 所以应该把殷商的这些旧臣全部杀进 武王最器重的四弟周公的主张令人吃惊 他说 我们要优待殷商移民 返还他们的天宅原地安置 给予生路 我们要行人证 最终周武王听从了周公的建议 让周朝走向了与商朝迷信鬼神 实行恐怖统治完全不同的道路 这是一条影响深远的行人证的新道路 新王朝 让魏氏一族继续在西州当使官 这些大大小小白玉剑青铜器 展现出魏氏家族 在后来几百年间 欣欣向荣 繁荣发展的状态 天佑德青铜酒 来自世界屋迹青藏高原 万年冰川容水 滋养着这片灰水 圣洁净土 这里是全球西区的青铜产区 每一粒只生长在海拔 两千七百米以上的高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保卫了西州王朝的安全 通过峰峰 朱天子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公主 统一先进的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 推广到江与各地 以华夏族为主体的朱夏仪式开始形成 原属于偏远之地的部落 逐步接受中原文化 先后打入到中华民族的序列 《周公》有一句名言 《周虽旧榜》 《其命为新》 西州史无前例地 进行了多项重要的制度创新 除了分封制 还有宗法制 依靠血缘亲疏 依靠血缘亲疏关系 不仅如此 西州还创造了一个影响至今的治国理念 以德治国 《青铜国宝》 《青铜国宝和尊》是西州初年的作品 他以明文中的最早出现的中国二字 明阳天下 巧合的是 与中国一起出现的 是第一个有心之德 右边是甲骨文中的德子 左边是何尊明文之中的德子 两相比较 金文的德明显多了一个心 这个德子正是道德的德 周人认为上天之所以授权给某个政权主体 就在于这个政权主体是有道德的 下雨至水 把人当人 有功德于天下 所以授权给他的儿子下起 后来下劫师德 商堂革命 再后来 因周王师德 不把人当人 拿人殉葬 拿人祭祀 违背了上天的意志 因此上天把政权授给周文王 周武王 我们周文王周武王 是因为有道德 是因为有人道主义 因为把人当人 因为以人为本 我们才获得了这个上天的授权 那么我们的政权得到的理由 既然是有道德 那么我们周人治天下 就必须也有道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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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礼强调社会秩序和稳定 而乐营造社会和谐 孔子一生推崇周公 尤其推崇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 孔子认为 礼就是要通过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 让人们在身体力行中进化心理 如果社会中理智推行得好 比言行俊法更有效率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 周人的德政当然有着时代的局限性 但在三千多年前 他代表着人类社会逐步走向文明 于是 周人打造了一个具有超强稳定性的社会 创纪录的使周朝延续了八百年 周公辅佐成王 权倾天下 然而 他勤勉于政 一目而三捉发 一范而三图骨 有空是天下之事 后世称参他 周公图骨 天下归心 在周公设政的第七年 经过周公的素叶操劳 国家局势转位为岸 走上胜利发展之路 此时 成王也已经长大 周公决定还政立侄子 以德为智博纲领的周公 身体力行地完成了自己对德的推崇 周公所遗留的 以德治国 礼乐制度 成为了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主要来源 影响深远 正是周人在周远的耕运 和在治国制度和文化体系上的创新 使得华夏民族率先启蒙 崛起于东方 中国的民事 也从此成为中华文明大发展 绵延不绝的长篇实施 关于秦湘公 两千七百多年来 人们对他的认识 基本停留在史迹这样的文献典籍中 直到有一天 甘肃省离县 大鲍子山上的两座古墓被意外发现 这里是被遗忘了两千多年的秦人部落的发祥地吗 这里是当年挽救华夏威王 并创建秦国的秦湘公灵魂的居所吗 说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 秦帝国 人们并不陌生 他们曾经席卷全国扫平天下 至今在东方帝王国内 已留下世间最宏伟的帝王陵 但是秦人最初并不生活在关中地区 他们来自何方 他们是一只怎样的部落 他们为什么能在逆境中求生 在战争中不断壮大 最终崛起 两千多年过去了 很多历史的细节和真相 隐藏于远古的黑暗之中 秦帝国在中国文明史上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两千年来 我们对秦国以及秦文化的了解 也仅仅局限在历史的文献记载上 自从1974年陕西临统兵马俑发掘之后 所出土的考古资料震惊了世人 这样才把一个鲜活的强大的秦帝国展现在我们面前 但是秦人在建立秦帝国之前 还有500年的发展历史 那个时候秦人并不生活在关中 那么秦人以那个时候秦人是一种始绵的生活状态呢 长期以来 考古学家们不断地寻民秦人早期的都城和林牧 《史记秦本记》记载 秦人最初生活在东海之边 属于东夷人的遗址 在上王朝时期备受器重 他们被举足前往西北边陲 为商王朝抵御荣帝一族和正在崛起的周人 然而木叶之战 商王朝倾覆 秦人沦为周人的不足奴隶 费性绝死 度过了最黑暗无光的数百年 2009年一支专业田野考古队 来到甘肃省清水县里牙古城园移址 移址 移址位于县城西北 渭河支流牛头河与繁河的交汇处 北一归山 台地发育良好 符合建立诚意的自然条件 面积14万平方米的地表 移存大量钞片 考古队在这里发掘出十余座西州中晚期的墓葬 即三十余座周代回坑 其中墓葬为东西巷 直支葬 与春秋战国时期秦国贵族墓葬习俗一致 部分陶器具有显著的商代风格 据此推断 这批墓葬很可能是早期秦人 营姓宗族的遗存 清水里牙遗址发掘的西州时期的墓葬十九座 都是投向西的养生知识杖 跟春秋时期的秦的贵族墓 殷秦宗族的贵族墓葬 葬十是完全一致的 年代又是西州中期 和周孝王分飞子与秦的年代 西州中期也是吻合的 同时呢 李牙遗址又是牛头和刘豫 这个刘豫的规模最大的遗址 应该是这个刘豫当时的一个中心 从这几方面来说 我们认为李牙遗址极有可能是飞子的封翼 当时周孝王把飞子分到了这个地方 秦飞子是秦部族发展史上 极为关键的一位首领 在千居西垂的数百年里 秦人和当地游牧民族相处 学会了一项重要的本领 羊马 羊马技术最出色的 就是族人首领的年轻儿子飞子 他的名声甚至传到浩京 周王氏 命他建立国家羊马场来繁殖马匹 飞子不负众望 在他的精心培育下 成千上万匹骏马 茁壮成长 鲜水和渭河一带 草原上万马奔吞 成为周王朝最重要的 战马路基地 为表上次 周王朝封飞子为周的附庸 画出一块叫秦的方圆五十里的土地 让飞子去建立自己的城 经历了漫长的黑暗 秦人终于迎来了曙光 周孝王把飞子分在秦义 是秦人的发展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我们说秦人秦王朝秦国 这个秦得名于哪 就是得名于这个飞子受分于秦 义在古代有都义的意思 也有聚落的意思 是古代的一个居民点 同时也是一个地方的一个政权的一个分支 按照西周的这个理智所规定来 这个贵族来 他是应该有自己彩义的 那么秦飞子能得到这么一块分义来 就是秦人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根据地 因为他毕竟有了自己的地盘了 不像早期呢 按照这个秦华家所记载 他是参加了判断 被前夕过的 那么他可能没有这么一块 这个固定的根据地 他就咋处于这个融地之间 上世纪八十年代 甘肃省天水市放马滩 战国秦木遗址 出土了七幅珍贵的 世界上最早的木板地图 上面绘制了详细的河流走向 标记了春秋以来 秦人在天水隆南一带的主要活动范围 甘肃天水和隆南地区 水源充足草地广阔 适于仿木 实际上直到今天 陕甘交界地区的森林草场 仍然是有一定规模的羊马场 魏河及西汉水一带不仅水草风貌 而且当地的草滩河水富含盐分 实在 李县 岩关城内鲁池 广阔石域帐 池水浩瀚 死必未咸 似食不和 因马于此 力剑肥壮 草滩盐水为牲畜的健壮成长 提供了养分 这大概就是 当年秦妃子养马 大获成功的秘诀 甘肃青海等地生产何驱马 它是我国三大马种之一 据考证已有三千三百年历史 河驱马 体格健壮 耐力强 速度快 适合缓车 也适合骑乘 秦人 从游牧部落孤强人那里 得到了河驱马 运用于军事 训练组织起强大的车兵和骑兵部队 史记章一传记载 秦马之粮 容兵之重 探前绝后 体健三巡者 不可乘数也 这句话描述秦军 无数战马奔跑起来 前后体肩一跃而过 差不多七米远 可见其矫健有力 腾跃如飞 在狼兵骑时代 骑兵就是陆战之王 秦军正是凭借阵阳的优势部队 崛起于西锤 原生好奶 雪玉珍品 燎原毛牛奶粉 中国牦牛乳品的开拓者 燎原乳业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 思想共舞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 读书与后者有关 阅读让内心强大 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 我爱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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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取河岁 晒干后 由两三女子手抱木柱 反复充摩 以脱力去壳 这正是周代金文中秦字的写法 也有人认为 秦是一种和名 它像是多岁下坠状的鼠 即现在俗称梅子的一类北方农作物 它是古代最为普遍而重要的食粮 天水地区 早在距今七千八百年前的大地湾遗址中 就有碳化鼠的发现 这里是我国汉做农业的发源地之一 考古表明 从西州早期开始 秦人已经过着相对定居的生活 居子中出土的陶器组合 基本上为 粒 豆 罐 还有赠 盐等蒸饰器 这种组合反映了它们 主要以粮食为日常食物 秦人因封于秦帝而得名 它们不仅擅长序幕 也有着东方民族精于农业种植的传统 在东方帝王谷的西端 秦岭向西延伸 形成重鸾叠杖的龙南山地 甘肃省里县就坐落于这片山地之中 三千年前的商周时期 这里属于偏远的西垂 但是古代先民很早便在这里望水俱俱 李县东郊绵延的群山中 这座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大骨子山 深深隐藏了一段 失落已久的历史 这个巨大秘密的揭露 成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考古界最具轰动性的事件 一九九三年春 大骨子山一带盗掘古墓的活动非常长绝 引起主管部门注意 第二年春 甘肃省文物工作者 对大骨子山被盗墓葬 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 经过八个月时间 发现两百多座中小型墓葬 和两座南北排列于向阳缓坡上的大墓 其中中字形大墓全长八十八米 有东西两条墓道 墓室呈斗状 深十余米 墓主尸骸已经腐朽 大墓旁边还发现多座人际坑 训人都为趋之障和投朝西 所谓投向西就是死者投入朝向西方的 对这种西手杖的杖势 学术界有不同的解释 有一种解释认为呢 就是人 当时的古人相信 灵魂是跟着太阳走的 日落西方所以投也向西 那趋之障是怎么形成的 很明显是拿绳索把死者的下肢 大腿小腿捆绑在一起 才会形成这种杖势 那为什么要采取趋之障势 那还有一种解释 认为古人相信 人死了之后呢 是吃挑挑来吃挑挑去 所以就回到了最初的自然的状态 最初的自然状态是什么状态呢 因而在母府中的状态 就是一种屈指的状态 大不子山墓藏一址发掘石 基本被盗掘一空 这给墓主人的身份判断 带来巨大的困难 在大墓南端 有两座瓦刀型车马祭祀坑 根据其中一座遗存残疾判断 原葬车马四排 每排三胜 总计葬车十二辆 马四十八匹 这样规模的车马坑 在春秋早期十分罕见 在大墓一席 考古工作者意外地发现了一座大型乐器坑 南北两侧排列着两行乐器 乐器均由西向东 由大到小依次排列 这些青铜中博和石庆 与盗墓者擦肩而过 幸运地保存了下来 十一间青铜中博 现存于李县秦文化博物馆 年代属于春秋早期 秀色深绿 奎隆文士精美无比 带有显著的西周晚期边中行之特点 这套边中保存得非常完好 出土后仍然可以发出清脆悦耳的音响 究竟墓主人是谁 能配得上这样的礼乐祭祀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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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四十一年 周王朝爆发国人暴动 西部游牧民族西戎乘乘乱举兵内勤 处于西州西部边境的秦人宗庙所在地 全秋被西戎攻破占领 废子的兄长及族人惨遭屠杀 这是秦人发展史上一次极其惨痛的灾难 面对西戎如亲家园 剩余的秦人发誓报仇 与西戎各部展开艰苦的战争 西戎人多势众擅长骑兵作战 呼啸来去 战斗力很强 秦人与西戎对峙两年 互有生负 公元前822年 在一次激烈的交锋中 秦人首领秦仲 身先士卒 奋勇杀敌 最终瓦不敌众 战死沙场 秦仲儿子齐 继续抗其西戎 他得到了周王朝的鼎立支持 继承夫位 被封为西锤大夫 周王朝派出七千甲氏主战 这在当时是一支强大的军力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收藏着这样一间国宝 不其鬼 不其就是秦首领齐 后世称庄公 明文记载了 秦齐随周朝军队 对西戎部族 咸允作战取胜 其率领兵车勇猛追击 一直追到落水边 展开车站 俘获了众多的俘虏 在秦人早期的记载中 还经常看到 戏是蛮方这样的词语 戏 意思是像威猛的老虎一般 使西戎感到畏惧 这件虎诗阳错筋青铜器 生动而传神地反映出秦人尚武飘悍的性格 秦人在秦齐率领下 与西戎雨雪奋战二十年 终于收复了综艺祖地全秋 使秦人从群戎包围一日树精的被动局面中解脱出来 战略安全态势获得初步改善 秦庄公有三个儿子 大儿子叫师父 师父血气方刚 他当时说 西戎杀了我的祖父秦宗 我不把戎王杀了 不报此仇 我事不回到这个都议 结果他就把位子让给了自己的弟弟乡公 到了乡公二年 西戎包围了全秋 师父出击 结果吃了败杖 然后被西戎掳去 一年多又重新放回来了 从这段记载就可以看出秦人是一个丧武好勇的一个民族 师父为报仇把继承权交给弟弟乡公 乡公比前辈具有更深远的政治眼光 他开始向周王朝学习先进的车马礼乐文化 在宗庙祭祀和朝堂宴祥的场合引入雅月 大谷子山秦墓中出土相当完整的边中 从一个角度见证 秦人由部落开始创建完备的国家制度 秦湘公意识到西戎的强大 他并不一味地与之开战 他将妹妹嫁给了一位西戎首领封王 以此奋华西戎 这是历史上记载的最早的和亲事件之一 世经秦峰小戎 反映湘公时代秦人有着众多的战车部队 被其驾兵一桃西戎 小龙就是一种小而轻的战车 四马驱驰 马身匹的皮甲 是当时最具杀伤力的武器 御守和士兵们配备了三棱帽 龙门盾 虎皮弓等武器 甘肃里县大菩萨山车马祭祀坑 陪葬了十二辆兵车 四十八匹战马 在春秋早期考古发现的大型车马坑中 为有河南三门峡 国国国军车马祭祀坑 堪与其匹敌 有车十三辆 马六十四匹 这种对比显示 大菩萨山牧主 也应该是国军级别人物 一九九四年下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李学琴 在美国纽约 发现了李县大菩萨山出土的一对秦宫湖 这对青铜秦宫湖 通高四十二点三厘米 行之庄重 文氏瑰丽 是秦人在春秋早期的成九里期 湖口内壁名文为 秦宫坐铸尊湖 一九九三年秋 甘肃省查获一批 到自李县大菩萨山的青铜器物 其中七件同顶四件同轨 这件同顶银口宽敞 立而宽厚圆角 口言下装饰窃取文艺种 腹部装饰三排相挫的崇林文 在他的腹内有两行六字名文 秦宫坐铸用鼎 海内外诸多青铜器物的出现 确切地表明 李县大菩萨山那两座大型墓葬 属于一位或两位秦宫 大菩萨山就是消失已久的 秦人最早的陵园 西垂陵园 藏在这里的秦宫究竟是谁 学术界尚存争 但是很多学者认为 他们是秦相公和他的儿子文公 大菩萨山被确认为秦人最早期的陵园 即西垂陵园 这是秦早期考古的重大发现 这之前我们对秦人早期的历史 早期的领袖的人物 比方说秦相公秦文公 以及秦的早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 只字不多 也仅仅停留在少数非常有限的文献记载上 大菩萨山的考古改变了这一切 大菩萨山出土了很多的青铜礼器 包括顶 包括鬼 还有一些乐器 包括永宗 包括鞭博 从这些礼乐器来看 秦人在这个时期 从铜器的组合形字 花文 文饰 主要是继承了作文化 包括文饰中的 窃区文 垂陵文 波代文 公字行文 都是西周时期铜器上常用的一些文饰 但是秦人的铜器做的比较大 做的比较大气 1998年初 考古工作者在大菩萨山对面 西汉水南岸的圆顶山 又发现了大片秦贵族墓葬群 出土三百多件青铜器 圆顶山一号贵族墓中 出土这套五顶六轨被盗尸两顶 顶是承放肉式的 轨是承放鼠鸡等饭式的 按周代理制 诸侯使用七顶六轨 秦人铸造的青铜礼器 追求气情大 文实繁美 甚至僭越了理智 一号木出土文物中 最引人瞩目的 是这个盘回文车行器 车向领部 由两扇门对开 四脚由四肢可转动的小鸟 当小鸟同时转向盖面中心时 两扇小盖自动锁住 当小鸟同时转向四周时 盖门则松开 这种独特的造型和机关设计 在中国属首次发现 原顶山二号木出土这间盘回文扁原浮河 通高三十二厘米 宽三十五厘米 全气服饰各类动物 共计三十二支 有圆调 有浮调 有漏空 大小不一 形态各异 生动活泼 配置协调 再趁以繁密细致的盘回文 充分展现了春秋中期 青铜器 华丽归异的文式风格 传统史学界认为秦人是一个相对落后的民族 秦文化也相对落后 那么通过考古发现 结果让我们眼睛一亮 尤其是李宪云你沾同气 非常精美 造型文是繁荣 在很多的这个同湖 包括虚 上面有大量的附属的小动物的形象 给人以耳目为新的感觉 没有想到大家很吃惊 秦的同气还能做得这么精彩 这说明当时的秦的青铜制作的工艺水平 完全不落后于东方列国 别让幸福从我们指尖溜走 请为孩子安装安全座椅 做合格父母 做中国好司机 剩下最好看 一颗秘密文件不见了 什么 马上再提醒 绝地消风 我要给所有死在你手里的人报仇 集中节 这不会是个简单的什么 这是个秘密的地下金库 金玉鸟 不管将来咱俩会不会在一起 你可不能死了 生死兄弟情 有的人活着你死了很难受 我能再这样下去了 大抉择 时间 闭电 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这个夏天 你的真心英雄 就在黄金强盗 秦国处于东西方交通腰道 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交汇处 两千多年前 一度被认为偏居西锤文化落后的秦人 其实一直处在两种文明交流的最前沿 考古发现揭示出 关于秦国一些令人震惊的历史真相 在甘肃省博物馆 保存着几件出自离县的金波石片 它们只是被盗流逝的大量秦人黄金石片中的一小部分 金石片 露压着鸟语文 盘龙文 还有秦人常见的胡适羊图案 专家分析 他们应该是黄金制作的铠甲和战车 何等的壮观 东方诸国主要用玉 但是秦人除了用玉之外 还大量的使用黄金 大量使用黄金这个传统 早在这个新世纪时代的西亚 埃及这一代就已经很普遍 那么秦人的这个黄金呢 就是通过这个不断这个几波的这个黄金传播的一个文化传播的一个浪潮 它是接受了这个欧雅草原文化的影响 在这个大浦山出土的这些金石片应该是甲片 不论是是马甲片还是人甲片啊 是甲片 那么这些这个甲铠甲这个传统 头盔铠甲这个传统呢 现在好多学者研究认为它也是从欧雅草原地带传入中国的 我们说铁器最初是产生于西亚 然后逐渐向东扩散 到公元前的十世纪到九世纪新疆地区开始出现 并且普遍的应用 然后通过河西走廊 然后向东传播 在这个过程中在西方的铁器传入中原的这个过程中 位居西北的秦国首当其冲 那么秦国的铁器 包括它的野铁树是跟谁学的 很有可能是跟西北的西戎部落所学的 那么包括前些年在甘肃 陈其末沟发现了丝霸文化的墓葬 包括齐家的墓葬 在这个椅子发现了公元前十四世纪的快链铁 在秦人东径观众之后 正是由于普遍使用了铁制农具 牛羹和灌溉技术 才使农业获得飞跃发展 成为春秋中后期 粮食最充足的国家之一 秦早期文明的研究成果 将中国与中亚地区之间的交流推浅了七八百年 远远早于汉代丝绸之路的开通 它表明所谓秦国的偏僻落后 其实是一个误解 任何早期强国的崛起 都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 而秦自已诞生 正好具备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 纵观秦文化的发展历程 可以看到它在不断的吸收 以前的以及同时期的优秀文化的一些因素和特点 它在早期它吸收了英商文化的 西周文化的当地的西融文化的因素 甚至它的某些因素甚至可以往西追溯到了中亚西亚 从这点上来说 秦民族秦文化它是一个兼容并蓄的 积极进取的开拓向上的这样的一种文化 正是因为它具有这样的一种特点 可能才为以后的逐渐的发展成为 泱泱大国乃至最后扫平六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七百七十一年 类似于北方高路人对古罗马的入侵 西北犬戎人大举入侵西周王朝 浩境沦陷 在这场历史大变局中 时任秦人首领的秦湘公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 出兵救州 并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 因为秦军作战胜利 周平王建立东周之后 奉秦湘公为诸侯 周平王对秦湘公说 西荣野蛮无道 侵占了王室的徒弟 只要秦宫能击败西荣 齐丰之地就赏赐给你们建立封国 齐丰之地位于陕西齐山丰河一带 得到它就意味着秦人从西垂山地 进入关中腹地千里平愁 那是一片肥沃的令人梦寐以求的土地 为了收复这片国土 秦湘公率领秦人浴血奋战驱逐西荣 公元二十一世纪初 甘肃省里县甘谷等地出土多聚 早期秦人失害 随葬短剑和青铜戈 有的还有战车 他们的身份因为下级军官和军事贵族 他们夺英年早逝 属于壮烈殉国的勇士 契约无依 与子同袍 亡于兴士 修我割毛 与子同仇 史经秦风无依 让人领略秦军慷慨雄壮 同仇敌凯 堪称我国最早的战戈 建立秦国四年后 秦湘公终于达到能够望见齐山的地方 这一年他战死沙场 秦湘公的梦想 直到二十年后 他的儿子文公才得以实现 秦人东进关中 占领了齐峰之地 西垂山地 仿佛呼聚龙盘 引领着秦人开创伟业的主公 长眠在高山之上 伟大的时代 并没有随这些英雄们逝去而结束 一个新兴的秦国如日东盛 他们如愿进入关中平原 历史将掀开新的篇章 这是一座属于逝者的地下世界 在陕西省凤翔县南指挥村 四十年前发现了这么一座震惊世界的大墓 整个墓穴分三层台地 由二十四米深超过八层楼高 东西墓道全长三百米 平面结构像一个中字形 总面积五千三百三十四平方米 超过了两个国际标准篮球场大小 这座墓藏比河南安阳阴区商代亡陵 大十倍 比湖南长沙西汉马王队一号大墓 大二十倍 规模如此浩大的陵墓 绝非一般贵族所能拥有 经过复原 人们得以目睹墓主最后的安息之所 大墓分竹侧两室 竹果式如同一座长方形墓户 用横截面编长为二十一厘米的百木方 累气而成 每根百木方重达三百公斤 因其色黄 故称黄肠 有堆砌的百木方的损头 在裹的四周形成框式规范 历史上称这种藏具为黄肠提凑 这是宝纪仙秦陵园博物馆 在大墓旁边按一比一比例复原的竹果 长约十四米 宽高隔约六米的竹果 是安放墓主遗体之处 一百木为果的荒肠提凑 在仙秦离之上是天字规格的藏具 在远离东周的陕西凤翔 出现一位等同天字规格的墓葬 这引起学者们极大的兴趣 东周时期离崩越坏 葛诸侯国渐越理智的事情越来越常见 学者们判断 这座大墓主人是当时一位独霸一方的诸侯 在大国顶部的中间 留有一双十指鞋底 但鞋帮早已腐化 这双鞋表示墓主人作用一方 是权势的象征 很可能是周天子所赐 也有一种可能是秦国他自己的先祖 留给墓主一个精神鼓励的信物 让子孙以马黄河向东发展 去实现统一六国的梦想 当人们进入国室之内 展现在眼前的是经过专家推想所复原的场景 这种布局应该是墓主生前居所前朝后勤的样式 两千五百多年前 墓主就坐在这样的书案前处理检读公文 大墓虽然遭到严重盗绝 但仍然出土了三千余件极为精美的金器 玉器、铁器、石器和骨器 让人惊讶于当时高超的工艺水平和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 在前世正细的墓架上悬挂着一组石青 石青上共有一百八十多个文字 这是早期亲人使用的文字 咒文 石青明文的发现 让考古队员们欣喜不已 明文里的天字言习 公还誓四八个字 为考古队员们推断墓主提供了依据 石青上的三十六个文字整个可以重读下来 它的内容大致是 汤汤雀伤 百岳弦奏 永岳紫黄 作虎载入 幼姬载阳 天子宴喜 拱还誓词 高阳有灵 四方一觅 它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拱还誓词 就是公公和还公的继承人就是请警公 由这一句话可以断经这个蒙主人就是警公 到目前 学术界基本形成一个共识 就是说石青上面的文字 天字宴喜 共还四思 高阳有灵 四方一觅 共 指的是秦共公 还是秦还公 因此 我们认为 这座墓的主人是春秋时代 以秦共公 秦还公之后 享过四十年之久的秦警公 此外 这座墓出土的残庆名文有 为四年八月初级加深 据此推算 也可以证明这座墓是秦警公的大墓 秦警公 秦国第十四代统治者 自公元前五百七十七年起 再位四十年 秦公公 秦公公 后来被秦为秦公一号大墓 至此 这个中国迄今发掘的最大古墓 绅士终于大白于天下 而它也同时开启了一个消失两千多年城市的密码 庸城 一座记录着秦人梦想的传奇都城 也由此出现在世人眼前 根据钻探资料证实 庸城城园 位于今天陕西省凤祥县城南 庸水河之北 只防河以西的黄土台湾之上 东西长三千三百米 南北宽三千二百米 免计约十平方公里 岁月变前 今天凤祥周围的河流大都枯河 但是 考古人员在仙存河段中 发现大量直径为一米多的巨型卵石 可见 两千多年前 河水之丰沛 河道之深广 河流成为以水预滴于城外的主要城防设施 秦人还沿河挖掘好沟 这些正是文献所在的城嵌河滨 在古代选择都城时 环境是一个先决的条件 从秦人早期根据地 甘肃里县大骨子山西劝丘城的这个悬子来看的话 往往依靠险军的自然地势来加强防御 做到一手蓝拱 秦人常有这个出责无敌国外患者 国恒王的理念 因此 我们在调查时发现 军事防御功能 应该是秦国择都的关键 雍城在关中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从这里东下沿渭水可至西州都城封号地区 南下可控巴蜀之地 向西扼守通往西北的咽喉 可谓成就霸业的绝佳之地 原生好奶 雪域珍品 辽原牦牛奶粉 中国牦牛乳品的开拓者 辽原乳液 对 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种五重驱城、五个门庭的制度是周天子才享有的规格 进入战国后,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 秦人修建起厚达十三米的城墙,雍城古若金塘 因为年代久远,雍城宫殿的地面以上情况较多依靠想象 但这些大型青铜建筑构建的发掘出土 却监视了雍城宫殿真实的辉煌 雍城出土我国年代最早的铜建筑构建 表明秦人在建造技术上走在了时代的前沿 在雍城宫殿宫殿一致,还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瓦当 瓦当是屋檐之上的装饰物 有虎纹,凤鸟纹,蝉蝠纹,鹿蛇纹等等 尤其是这一件瓦当 主体是昂首挺立的麋鹿 旁边雕刻着静卧的蝉蝠 奋飞的大雁和丝鸣的猎犬 栩栩如生 公元前六百多年的一天 一支西戎使团来到了雍城 秦木工邀请他们参观刚刚竣工的雄伟壮观的宫殿 实际记载了西戎使者鱿鱼的一番评论 他说,要是鬼神建造的 那鬼神都要劳作不休 要是老百姓建造的 那可哭了老百姓 这个意味双观的评论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雍城是何等的辉弘壮丽 在宫殿遗址西北 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一个奇特的地下教学 脚内四壁呈斜坡状 由地下管道通往白旗河 学者们研究认为 这就是我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灵音 一种冰窖 石经冰封七月里记载 民俘们腊月里去河面遭冰东东响 正月里把冰块运到窖里藏 古代中国人很早就掌握了冷藏的原理 雍城灵音则为我们提供了直观的证据 这种物理冷藏原理与现代冷库基本相同 他保证了居住在雍城的清国皇室贵族 一年四季都能品尝到新鲜的美食 在雍城的西北角还发现官府的手工业作坊区 工匠们在这里烧制各种陶制器皿 段制割 毛 斧 月等青铜武器 铸造君王替祀用的领斗等力器 在雍城城北 我们还发现一个大型的露天市场 可以说雍城当时已经具备了 现代城市的雏形 它的内外城总面积达到10.56平方公里 比当时周天子都城落役 还要大一个多平方公里 这里大量的座坊遗址和市场遗址 都从侧面展现了当时秦国的手工业 商业高度发达 在雍城城南 还发掘出一些小型聚落 有不少半地学士举止 显然是平民区 平民被称为国人 他们在雍水河畔沿河而聚 在他们的北部 遥望的是贵族和国君的住所 他们构成雍城临次至比的街巷和宫殿 城市的各阶层都生活在城内 井然有序 没有发现宫殿与外界有界墙之隔 学者们感叹 这是一座对内包容的和谐之城 雍就是指乐器或鸟鸣的和谐之声 我们从1976年到1986年 整个田野考古发掘过程中 发现雍城对外防御性很强 对内则很宽容 一些地方 宫殿和平民区交错 很接近 说明秦国内部关系比较质朴 融洽 雍城内有一个特殊的现象 就是包括了大片的龙前 这其实也体现了当时秦人的备战意识 确保在战死 被围城死也有足够的粮食 尖家苍苍 白鹿为爽 所谓一人 在水一放 施景尖家 记录了当时秦人的生活状态 让我们看到这个 在血与火考验中成长起来的民族 对爱情的追求 对生活的热爱 雍城 不仅是一座宏大的都城 更是秦人心目中的精神家园 实力 长旧卖力 物良特区 一独特的复合心理口感 深化特区品味 物良特区 中国特区 中国特区 旗帜追求 右键巅峰 伊利王九 新疆荣耀 这是宝鸡凤翔出土的石骨 上面镌刻着中国最古老的诗文 里面有大量勤人狩猎 饮演歌詠的内容 在这些斑驳的文字中 我们可以追溯生活在古老庸城的一个民族的青葱岁月 我狩猎的战车打造好了 我的驾马也聚集齐了 车装饰得漂漂亮亮 马养得肥肥壮壮 狩猎的人数也数不清 惊奇在风中烈烈飞扬 奔驰的鸟兽都是我们狩猎的对象 在建立雍城后的几十年前 秦国领土不断扩张 向东几乎占据整个关中平原 极深于春秋五霸之一 因马黄河东进中原 是这时期秦人最大的梦想 但是到了秦景宫执政时期 秦国进军的脚步却开始停顿下来 秦景宫统治秦国长达四十年 是春秋中后期秦国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位国军 史料记载 他也算是秦勉之君 但秦国在这一历史时期取得的成就 法善可陈 秦景宫是秦国宫之后 较有作为的一位君主 当时挡住秦人 进军附属中原的是强大的晋国 为了对付晋国 秦景宫与楚国结盟 还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楚王 结为殷亲 秦楚联军战败了晋国宋国 使原本归附于晋国的郑宋等国家 归附于楚国 秦景宫十八年 秦国打败了晋国领导的大小十三国组成的联军 这在历史上称作千言之战 不过总的来说 秦国当时的国力 还无法与晋国全面抗衡 处于弱势地位 公元1978年 在宝基陈仓区的太宫庙区 出土了数件精美的青铜器 这是博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乐器 是从中发展来的形式 一般气形较大 上方无长柄 却有扁环或寿形钮 中扣平坦 将其悬挂 以锤扣机而鸣 整个造型华丽典雅 庄重而神秘 从这些精美的青铜器中 我们不难发现此时秦国 对中原礼乐文化已经从昔日的仰慕模仿 到全盘吸收 甚至几乎后来居上了 但是秦人对于事物的学习 都是基于对国家发展的利益考虑 以实用为主 秦木工发现礼乐制度 在中原已经开始崩坏 黄河以东的国家 没有依靠礼乐制度 得到英语的发展 而他 也发现仅仅依靠礼乐 秦人根本无法战胜西部的强陵 游牧民族 犬戎 永远无法超越关东六国 公元前537年 秦景宫去世 在山西凤巷 考古挖掘的秦宫一号大墓 就是秦景宫的归零之所 深大24米的墓穴周围 整齐摆放着186具墓棺 没有史料记载 这些陪葬者的身份 但据专家推测 陪葬者一定有秦景宫的 爱将和良才 古人誓死如是生 秦景宫将自己最亲近 最信赖的人 一起带入坟墓之中 也将秦国的进取与荣耀 一同埋入地下 秦景宫死时 以大批活人殉葬 这是一种极其野蛮 落后的丧葬习俗 当时东方各国已经越来越淡化 人殉色彩 奴隶制渐渐衰落 新的生产关系开始萌芽 但秦国贵族仍以人殉的数量 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 大量青壮年牢力被杀死 从而也影响到国家的发展 文明的进步 雍城作为一座壮丽的王城 在秦景宫时代 就像他的穆丧规模一样 都达到了历史的巅峰 然而巅峰过后 随着秦景宫的逝去 那种奋发向上 锐意进取的精神 也逐渐消亡 秦人沉醉于昔日的荣耀之中 一百九十多年里 碌碌无为 景宫之后的哀宫 惠宫 道宫等九位郡主 先后继位 最短的在位仅仅四年 君臣失和 多次出现宫廷政变 频繁更换君主 国事日衰 民生紧迫 事无斗志 由于秦国的奴隶制经济 发展缓慢 国力长期处于疲弱状态 在与强国的争夺中 败多胜少 公元前三百八十九年的 殷晋之战中 古齐以五万卫军 击败了五十万秦军 让以吴勇著称的秦人 成为天下的小兵 为秦交锋三十年 秦人不仅失去了 护卫家园的屏障 韩谷关 还失去了黄河西岸 五百多里土地 整个秦国 被压缩到华山以西的 狭长地带 在魏国咄咄逼人的攻势下 秦国击尽亡国 魏国子所以强大 是因为率先变法 先有李亏 后有武器变法 武器后来又到楚国变法 是楚强大起来 生不害在韩国变法 使韩强大起来 齐国仍有管仲变法 这些变法 共同点就是 打破贵族世袭 举贤建能 给社会各阶层 提供上升的通道 同时改革 适应于经济发展制度 所以东方六国的实力 都提升得很快 当东方六国 纷纷废奴受田的时候 秦都庸城 居然还是当时天下最大的奴隶市场 收救贵族势力 占据着庸城 早年秦人的开拓进取精神 退化为交涉淫逸和愚昧落后 百姓汉庸 百姓汉庸 私都成风 据史记记载 这时的秦国连参与中原国家 汇盟的资格都没有 被视为荣敌之国 天佑德青柯酒 天佑德青柯酒 来自世界屋景 青藏高原 万年冰川溶水 滋养着这片圣洁净土 这里是全球西区的青柯产区 每一粒只生长在海拔 两千七百米以上的高寒地带 天然生态 有几种植 天佑德青柯酒 只用青柯酿造 珍选西游 百年传承 只为更纯 奋进的心灵之妙 天佑德青柯酒 创立中国永远生态白酒 公元前三百六十一年 秦孝公在永城继位 十年二十一岁 他面临的一条艰难的 改变秦国命运的自强之路 为此颁布了朝贤令 一辆马车飞食如秦国 来者是怀才不遇 但不久便会明闻天下的赏扬 三十四岁的他 从秦孝公的朝贤令中 看到了实现理想的希望 雄伟壮观的秦国宫殿 见证了这一场历史性的会晤 公元前三百五十六年 商鞅实行变法 变法的主题就是两个字 庚战 秦国地光人稀 荒地比较多 所以商鞅把奖励肯荒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重点 商鞅 奖励一家一户的南庚女支 因为这种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是维护政权的经济基础 商军书肯令篇 一连列举二十条鼓励肯荒的措施 辅助小农经济的成长 这种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模式 此后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 成为封建社会的传统模式 奖励肯荒 实质是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 西州以来实行景田制 国王和贵族控制大量的土地 使用奴隶无偿劳动 土地的利用和产量都很低 商鞅废除了贵族的景田制 允许人们开发荒地并占围私有 自由买卖 辅税则按个人所占土地的多少平均负担 这就极大的调动了平民的生产积极性 公元前349年 一道诏书从秦国发出四海传播 凡是个诸侯国来归附的人 立刻免除他们三代的摇曳辅税 不用参加作战 秦国四界之内的土地十年不受赋税 这是一次极具进步意义的封建时代的土地改革 上扬的土地改革 不仅针对秦人 更为天下无敌的百姓打开了希望的大门 可以想象听到这个消息的 黎民百姓做出了怎样的感叹 无数拖架带口的人们 带着憧憬来到秦国 向着自己的土地进发 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希望 更与这个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 上扬在军队中设立二十级爵位 秦国的士兵只要斩获敌人一个手机 就可以获得爵位一级 田窄一处和仆人数个 如果一个士兵在战场上斩获两个敌人手机 他做囚犯的父母就可以立即成为自由人 如果他的妻子是奴隶 也可以转为平民 战杀的手机越多 获得的爵位就越高 这就是著名的军功授爵制度 对于重视家族传承的中国人来说 军功爵是可以传辞的 如果父亲战死将长 他的功劳可以记在儿子头上 一人获得军功 全家都可以收益 上扬还规定 国军的宗族 没有军功 不能列入宗族的部级 不能享受宗族的特权 有功者显荣 无功者虽富 无所分化 占有田宅奴隶的多少 以及服饰穿戴 都必须遵照爵位等级的规定 否则就要受到出发 在军功面前谁都没有特权 军功就是美好生活的唯一来源 对于千千万万的亲人来说 上战场不仅是为国家服兵 而且是通向财富和荣誉 摆脱贫困非为地位的唯一出路 从生到死 他们都在为自己的命运而战 从西州到冲秋的时代 中国大地唯一的统治制度 就是礼乐天下 而所谓礼乐 就是人与人等级差别的起现 每个人都生活在固有的等级中 如果不是有极特别的情况 人们世代都无法改变 奴隶永远是奴隶 贵族永远是贵族 这就是所谓 是亲是路 这种出生的不平等 极大限制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人类社会发展要求打破这种不平等 商鞅意识到这一点 它的变法顺应了这一点 所以立即迸发出巨大的活力 为了变法的顺利推广 将黎民百姓拿入国家运行的轨道之中 商鞅实施严密的控制 设置连作法 就是在按五家为一五十家为一十的户籍编制的基础上 建立项目监督检举和同罪连作的制度 告发坚人的 可以如同斩得敌人手机一样得赏 不告发的要腰斩 如果一家苍奸与投敌的人受同样处罚 其余九家躺步检举告发 要以弃伴罪 旅客驻客舍要有官服凭证 客舍收留没有凭证的旅客住宿 主人与奸人同罪 应该看到商鞅变法 从它开始的时代背景 目的都是为了对外战争服务的 因此 这是一部带有鲜明战时约法性质的变法 理解了这个才能明白 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才能发挥作用 这个青铜所制的器皿 是秦孝宫十八年 公元前三百四十四年 商鞅变法时所造标准量器 容积为二百零二点一五毫升 从明文中 我们可以得知 这个量器背后的价值 它由秦孝宫亲自建制 为统一秦国十五税收之用 而其中 也隐含着商鞅的治国理念 那就是一切标准化 制度化 在商鞅的眼中 秦国应该成为一台完美的战争机器 但是如果没有统一的大脑 这台机器是无法合理运作 甚至会走向崩溃 商鞅说 圣人治理国家的办法 就是要统一奖赏 统一刑法 统一教化 国家应该在一个标准下进行管理 公元前348年 一个个大小相依的秦国人 被一个新名词定义为同乡 这就是宪制 这一年 秦国全境共建县41个 首长由中央派人直属国军 宪制的普遍推行 是为了把全国政权兵权集中到朝廷 以便于巩固统治 发展小农经济 直到现在 我们的生活中 依然能够看到 商鞅变法留下的影子 宪制 在今天 荣必沿用 而每个公民的户口 就是商鞅当时实行的户籍编制 秦国 经商鞅变法之后 建立起当时最先进的政治制度 和社会管理模式 这是中国先秦时代 最为彻底的一次体制变革 一个以奴隶制为主的旧时代 已经逝去 一个封建时代 中央集权制的新雏形 在商鞅的手中开始形成 这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 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 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秦国 在商鞅的带领下 进入到中国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古典法制时代 在变法的列国诸侯中 完成了最为彻底的蜕变 这台完美的战争机器 已然建成 庸城 在秦国历史上 作为都城 一共294年 前100年 它是秦人国家意识 和凝聚力的象征 见证了秦人 心心向荣 蓬勃崛起 之后近200年 他目睹秦人 漫长的纷争 停滞和衰落 直到秦孝公和商鞅 连魅奏响 时代最强音 变法的举轮 推动秦国 急剧转型 而此时 宝经沧丧的雍臣 已经显出老态 他和他所代表的旧贵族势力 注定要谢幕 公元前349年 秦国迁都咸阳 历史又催生了东方帝王府内 另一座辉煌的都市 产生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